邓轮先去杀青却无谓是改买,女主人选也骂声一片,网友,怕是凉的暑假马上也要结束了。 在这个暑假里,喜欢追剧的朋友们想必是十分的快乐,本来稍显无趣的暑假,因为几部好看的电视剧,让人们在暑假里充满了欢乐,就像最近比较火的《演习攻略》,还有《湘密沉沉浸如霜》,随着这些热剧的播出,有很多演员也是又火得起来。 在这个暑假里,要说最抢眼的演员那就是邓轮了,邓轮接连的两部戏《一千零一夜》和《湘密沉沉浸如霜》,让他人气大涨,又圈了很多粉。 邓轮在新生代的演员里,算是很优秀的演员了,演技又好,年纪也高,他对待演戏也是特别的认真,邓轮从初到到现在已经合作过很多女神了。 去年与赵丽颖出演的《楚桥传赛》最终饰演了表面放荡不羁,使得头脑精明的南梁《黄帝》肖色,也是深受人们喜爱,演技也是相当的好。 将角色演绎的十分完美,还来相继由李扬子还有迪律热巴合作,现在的邓轮也是事业的巅峰期,片约不断,在前不久邓轮的一部电视剧杀青了。 而且在这部剧中,邓轮又是男一号,这部剧的名字叫《我的真朋友》,虽然说这部剧已经杀青了,但是迟迟没有平台阶,大家要知道,很多剧在还没杀青就被平台阶吗? 但是这部剧为何迟迟没人间呢?原来是和该剧的女主角人选有关,这部剧的主演是邓轮,朱一龙,杨颖,邓轮的演技我们就不用多说了。 朱一龙也是一位有演技有颜值的演员,《镇魂》的火爆就是对她演技最大的认可,但是这部剧的女主杨颖,就不得不为她捏一把汗了。 大家也知道,杨颖在综艺节目中,确实还不错,能给人们带来很多的欢乐,但是说到演技那就真的不敢恭维了,最近,她也是受到了广大网友的关注,对于她的演技,网友们显然是不认可,甚至播出她电视剧的平台,都没有讨过网友的骂声,朱一龙可能是平台们的顾虑吧。 看到这部剧的女主网友们纷纷表示,如果女主换成迪丽热巴,赵丽颖等演员也不会这么尴尬,怕是凉了。 还有网友表示,求不播,可见网友们对于女主的演技确实不是很认可,对于当伦新剧《杀青》却无谓是改买,女主人悬也骂声一片,网友,怕是凉了。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,欢迎大家留言评论,据说留言评论,点赞的人会要好说。